欢迎继续收听六点新闻院 我是主播黄立凤 持续来关心的是中美贸易战 动作不断的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又出招了 他公开喊话苹果把大陆生产线迁回美国 川普的说法是避免苹果因为美国对于中国发动贸易战而受苦 这个话说的挺体贴的 不想苹果受苦 不过川普的这句话却触动了瓶盖股敏感神经绿光照顶 台股今天收盘就大跌有100多点放量灌破年线 一句话就压倒瓶盖股 瓶盖究竟怎么了 而川普再度向苹果施压 真正的用意是什么 苹果概念股前景堪忧吗 有好多的问号我们要连线 万保投股朱成之董事长带给大家更进一步的分析 董事长晚安 你好大家好 是川普又疏仇了 这一次他的目标是苹果 呼吁苹果把生产线撤出中国大陆 一句话让股市动荡 苹果变成了青苹果 董事长你怎么观察这回川普的出手呢 我觉得川普他所要求的事情是绝对做不到的 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很简单的跟各位回答 美国现在所谓的基本薪资 他是每小时7.15美元 大家自己乘一下新台币的汇率 你看看一小时已经多贵了 这比中国大陆的这多了好几倍 然后如果我们看的不叫做基本薪资 我们叫做劳动薪资的平均实薪 你知道美国人实薪多少钱吗 每小时是26到27美元 你常常看 这个就是美国为什么他的薪水这么高 他的物价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凶猛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今天叫苹果搬回去 他做不到 所以苹果只能说 我也同样的 我在美国创造了非常多的工作机会 但是只不过是川普总统 你看到的只是在组装 你看到的只是在制造 但是事实上 你说说我在美国38周 也超过9000家以上的苹果供应商 我还是维持很多的工作机会 然后我还要提供很多 不管是APP的 城市开发的 相关的 这些工作机会 但是这种呢 政治人物讲出来的话 他叫做政治化 川普他这个人从来没有去避讳 去隐藏他自己内心的想法 其实大家是很容易猜测的 他现在要的东西就是 他急了 因为在现在已经是9月多了 这过两个月 美国就其中选取了 一直到现在贸易战已经打了4个月了 打这4个月以来 川普手上已经该打的牌 已经像梭花一样 一直在梭下去 他包括第一波500亿美元的 已经分两批 340跟160都已经做了 再来2000亿美元的拉高关税 工厅会也开完了 那川普现在不敢把这个2000亿立刻拉高 因为他也在考虑 但是他在空军一号上面呢 就刚好有媒体做求给他 就访问他 他就说他要针对第三批 他可能还有2670亿美元 然后以及苹果顺便 这个也把他搬 从大陆搬回生产线 搬回美国 这些话都是老实说 川普是很爽的 通通做不到 但是他做不到 我们的金融市场 偏偏是有一群心脏最小的人 心情很敏感 碰到这种状况 那非跌不可 今天不但我们台湾平盖股跌 郭台铭的董事长的股票 今天跌得蛮惨的 但是你看可乘也跌 大力光也跌得一塌糊涂 通通大跌 不但这样跌 香港也跌 香港跌的是什么呢 顺宇光学 这是镜头股 跌4.3% 然后郭台铭的那个 红藤金蜜 今天也跌4.4% 是做连接器的 然后再来瑞生 是做升学的 在香港也跌3.6% 高尔电子也跌5.38% 这个是做镜头的 戈尔升学跌4.3% 然后这过来 连深圳的大陆的股票 大陆的平盖股也跌 跌得很惨 我举一档 叫利逊 利逊今天是杀到跌停板 跌10% 另外还有一个叫欧飞光 做触控的 大陆做苹果触控的 那这个摸到一脸边 也跌10% 那像那个利逊 这个最有名 就利逊的董事长 是个女生 她是中国大陆 平盖里头最重要的一档 那么但是这位 这位女士呢 王女士 以前呢 她是在郭台铭的 深圳荣华厂里头 是最早期第一期的员工 在里面待了10年 她的位置从一个 一个女作业员 一直到最后 变成了高阶主管 最后出来创业 她是等同于 大陆都戏称了 因为她管她的利逊 就跟郭台铭一样 她郭台铭以前 讲了什么话 叫做郭语录 她的工厂里头贴的那些语录 就完全是郭台铭的语录 她等于是完全复制 那像这样的股票 她这样的公司 也做苹果 她的今天也是跌停 所以今天变成 所有的瓶盖 两岸三地 都跌 通通被川普吓到 大家都被她吓住 好董事长 这个川普开口清点 要苹果从大陆搬家回美国 这个时机点也挺妙的 他选在这个苹果 星期13号要上市的前几天 那么你来观察 这个川普的喊话 苹果就会跟着动 真的回美国去吗 中美贸易战 我们看到川普的态度 一直都很强硬 他一直都讲说 我绝对不退让 如果苹果不回去美国 会不会前景看优雷 一点都不会 怎么说 苹果是苹果 川普是川普 有的时候 企业不予关斗 但是川普这个人 他的心思 是非常自私的 他完全是为了他自己 完全是为了选票的考量 他今天必须要 做一点 让美国人看的东西 因为川普本身的问题 也蛮多的 所以这一趟的选举呢 虽然每一次 只要川普 针对贸易战 针对什么 讲出一些比较 那种所谓 情绪性的那种谈话 尤其很血腥 很刺 很大辣辣的 很赤裸裸的 去表现出 他的这种讽刺了 或等等 往往 他的民调就会拉高 所以美国也一样民粹 你不要以为美国的民族 有什么了不起 还不跟台湾一模一样 这种就是标准的 民粹政客的动作 但是 在商业行为 你去看苹果 它是做不到的 它没有办法 我刚才所跟各位所讲的东西 就叫做 真的叫做不到 美国的生产成本 是太高 太高了 所以这种状况 不是我们所想的 你可以像堆积木一样 就可以这边搬过来 那边搬过去 再来 川普的专长 他虽然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他也是名校 也是很好的商学院出来 但是有一点 他的产业都是房地产 要不然就是高尔夫球场 都是要不然 比较偏内需 他的产业不是跨国性企业 他都是local的 美国本土的 所以你用一个美国本土的企业的思维 去指导一个跨国性产业 你不能够 这个地球现在开始 不是平的了 你现在全部都要搬回美国 那是impossible 全部可能做到的 如果一开始跟各位有回答 美国现在的薪资 已经高到什么水准 我们说美国现在失业率 只有3.9个percent 这是美国景气 相对这几十年来最好的时候 美国现在真是吃香的喝辣 都到这个程度了 你请一个美国的工人 你平均的劳动薪资 已经高到每小时26到27了 我相信26到27美元 你乘乘看 你这样乘下来 他一个小时 这个薪水是700多块 你自己想到 你这样一个月的薪水 可以拿多少 这叫做美国劳动平均实习呢 你这样怎么可能拿来 去生产 这个苹果的iPhone呢 绝对办不到 我再讲一点 大家再思考 为什么特斯拉 最近问题这么多 特斯拉就是 他没有 就是虽然 Ethan Musk 他也是一个聪明人 大家觉得 哇 这个人创意无限 但他就是输给了贾博斯 因为贾博斯的理想 贾博斯也是一个创意家 但是贾博斯的理想 必须要有一个锅台名 去帮他执行 他必须 为什么他现在用的是库克 库克就是当初的营运长 营运长在做什么事情 当时就是做全球运筹分工 你把所有的cost要压低 你才能够完成苹果的美梦 你今天的cost 如果都在美国生产 对不起 你美国梦 是做不了的 你苹果iPhone很贵 是是是 那目前为止 中美贸易战队 苹果难道没有冲击吗 再加上星期要上了 你怎么看呢 前不久 我帮你复习一下新闻 前不久 大概差不多一个月到两个月前 有一则新闻是 库克执行长两度进白宫 相谈甚患 后来库克又到了中国 我认为库克这种CEO 他是脑筋非常清楚的 他其实早就跟川普打过招呼了 也跟中方打过招呼了 所以在第一批的500亿美元 科关税的商品没有他 甚至第二批也不会有他 但是如果按照川普这种恐吓式的谈话 他在飞机上所说的 空军一号讲了 我现在第三批 我连你2670亿美元 我都来 这三个加起来 已经超过5000亿美金 换言之 等同于什么呢 等同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所有的商品 通通都要拉高关税 假定都拉高25% 各位你要知道 美国人 大部分的美国人 尤其投票给川普的许多 以农业州 那些白人 这个收入不是非常高的 大家觉得我的工作机会被 这个华人给抢掉的 被全世界 被别人给抢掉 我告诉你这些人的日子就苦了 因为他们 都是到沃玛去买最便宜的 中国进口的商品 从此以后 如果川普真的干下去 他们每一个人 所有的收入 一样 支付 要多25%的关税 我告诉各位 美国马上就通货膨胀 川普 这个基本派也会崩盘 所以这些都是 我只是告诉各位 说明给各位听 政治人物很会算计的 川普是很用力的在算这件事情 他演得很认真 但是你不能当傻子看 他演戏 你以为他疯子 他一点都不疯 如果全世界前六年 被金正恩吓过多少次 金正恩到最后 能够在今年 跟川普两个人 在新加坡达成协议 你认为 川普会比金正恩脑袋 更不好吗 川普会比金正恩 更神经病吗 如果你冷静的想过 川普不是这样的人 他最后会怎么样 那你就懂 当资本市场 有重大变化的时候 往往就新的机会 好 那我们焦点先回来台湾 我们同样是避开 这个贸易战的风险 市场有个最新的说法是 台湾电子业代工大厂 现在开始有动作了 有的考虑要搬回台湾 有的说要南向菲律宾 那么最后 是不是请董事长 来带大家观察一下 产业市场的一个趋势 很好 我觉得这种乐见 乐见 这对台湾是好事 你当中国大陆 碰到了美中贸易战 的确 我们今天有将心比心 你做一个跨国性的CEO 你的生产基地 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换到别的地方 做一点分散风险 就像前几天 我碰到一个做鞋子的老板 以前都在中国 现在我问他 他就很高兴 他有在柬埔寨 他有在越南 他就是要想办法就分 就分到不同的地方去 但是我必须要声明 这些企业电子代工 不管电子几个 五个回台湾 我觉得欢迎 好事 但是我必须要说 回台湾 也会有回台湾的辛苦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台湾本地人 已经被这个市场 也教育坏了 现在台湾人 不喜欢制造 不喜欢去当工人 不喜欢去做engineer 现在台湾人喜欢的 都是做服务业 所以这些公司 他回台湾 第一土地问题 政府要帮他想办法解决 然后环保的问题 我们台湾的环保 是超级严苛的 那是全世界最刁难的地方 好 这些都假定都解决了 人呢 我们还要帮他解决 这个必须要靠大量的外劳 否则我们本国的 这个劳工啊 这业子 我不太愿意做 因为这些工作呢 我已经 台湾人现在已经被教坏了 大家都喜欢服务业 吹吹冷气啊 然后每天在那边 嘻嘻哈哈的 这个多好啊 所以我蛮怀疑的 真正能回得来的 工厂真的搬回来的 会有多少 嗯 好 我是主播黄立凤 线上访问的是 万宝头骨朱诚志董事长 听众朋友如果想再重听访问 稍后可以到脸书 中广粉丝专页 点击收听 谢谢董事长 好 谢谢 早上一杯咖啡 早晨时光 有中广新闻网